何暖軒他的確是 在這個官僚體系裡面 真的有兩把刷子 他本來是台北市議會 老議長張建邦的隨護 後來變張建邦的總務主任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 總務主任是做什麼 就是幫他搞交際的 花錢送禮的 後來就擔任 這個什麼交通部的公關 什麼主任等等的 他有個本事 他會把組織跟朋友 都服似得很好 這個功夫之高 你很多官場人嘆為官職 你就要看他說 陳水扁在的時候 你把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 Yes Sir 馬上辦 然後馬英九上台的時候 要把台灣郵政改回中華郵政 也可以 你看 多服從長上 換句話說 我們必須很肯定的一點 就是說何暖軒 他永遠終於上級 不管他上級藍的綠的 但是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 永遠是站在綠營那一邊 他真的對民進黨忠心耿耿 也對蔡英文忠心耿耿 何況看到蔡英文可能贏 怎麼不趕快去忠心耿耿 也顯示出蔡英文跟馬英九 兩個所謂的用人的不同風格 蔡英文用人的風格 有一個很大特色 一定要對民進黨忠心耿耿 馬英九用人的風格 一定要對國民黨 沒有忠心耿耿他才用 對於蔡英文跟民進黨 只要你忠心耿耿地去執行我們的政策 執行我們的政令 站在我們的立場上面去 在選舉的時候大力的推動 保證你官員扶搖直善 蔡英文機名狗道之徒皆可用 只要你喊萬歲 蔡英文萬歲不離口 就獲得重用 所以何暖軒會當華航董事長 我不意外 搞不好哪一天幹行政院長 對不對 只要他敢喊萬歲 桃園應該對民進黨來講很重要 這個版圖很重要 桃園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對於桃園中部重要 非常的重要 可是他卻不幹了 他卻跑去當華航的董事長 這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就是說 桃園捷運這個問題太大 神仙去 誰也救不了 然後鄭文燦希望朝中有人 中央有人 雖然之前蔡英文對他很好 可是畢竟他現在在桃園 現在蔡英文的身邊 有太多新的紅人 那麼還有就是說 另外就是剛剛鄭元兄 我不知道他是講真的 還是開玩笑 可是有可能被他說中了 就是說他是綠營 大力栽培的明日之星 你們要對他好一點 但何暖軒的爭議在於說 他是過去扁朝時代的 曾經被糾舉 就是曾經被監察院糾舉 然後又曾經在有官司 就是說他的操守清白有爭議 其實問題是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不然的話 如果你是一般的政治酬庸的話 我坦白講這個東西 大家無可置諱 而是大家比較特別 把他找出來講的原因 是因為他曾經是 扁朝貪腐裡頭的 曾經被點名 而且有記錄的爭議人士 為什麼這個時候又班師回朝